Hello,大家好,我是熊二 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 好,现在呢 准备上山了 今天背大米上山 而且今天的话不走河崖村 走二组的路 因为今天买的大米药 是花给二组的一位祖国 之前他背了一袋大米放在我们家 然后被我们吃掉了嘛 所以现在要背带大米去 踏踏 该从县城回来 哎呀,这个天气 今天出大太阳了 二组的路全是这种土路 估计要盖个三个小时才能到二组的身体上 现在几乎都没什么路了 因为很少人走这条路 在这条路走起来 比天蝎走起来 好走多 因为这边没有太阳 天天那边的话 现在估计都大太阳 哇,天哪 气都喘不过来了 没力气说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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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力气说话 我现在就真的不要 爱玩。 没力气说话 你在那里 到处的话还要煮两个小时来看一看 现在 他们两个把我每个人把我背一段 今天就背大米去 划给人家 加油 现在到一个很悬崖的一个地方了 到底的话还要走两个小时 还好今天跟一个堂哥还有一个 堂叔一起上山 他们两个把我背 不然我一个人的话 恐怕今天都背不到底了 太累了 还要抽到不行 怕了 开始 摔一摔 别走 我感觉这边的路比我们那边的路 来走的多 一点都不好走 都是悬崖峭壁 而且 路也特别窄 姐 好 我会有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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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名字幕志愿者 给刘炉 明天愿的玩意 明天愿的作品 都为大家留在ield 但这会很专心 自由 门 人 其少靠 编 百合 高 天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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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组的路比我们一组的路长得多 都已经花了三个半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有到底 还有三分之一的路 说阿村的话应该早就到了 但是这个大米要还给这个二组的一个年轻人 之前他被一袋大米去我们家 放在我们家 然后被我们家吃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就搬迁到下场去了 现在他返回这个二组来了 所以熊二今天特意买了一袋大米 五十级的大米 走二组的路 飞上去给那个小伙 好累啊 还好今天有两个村民 跟熊二一起上山 然后他们两个一人把我背 几段路 所以减少了不少这个负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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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米 然后 那个另外一个老板 下来 被这个大米 我们要从这里去 直接去学压村 我从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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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大米 我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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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早有刀疲人手里,还不够 刀疲人在后面过程位 让我找伯父 我学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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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习惯 我不要习惯 我是学习了 我学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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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学习了 我学习了 我们已经到雪崖村二组了 大米已经划给人家了 现在准备回雪崖村一组回家 肚子好饿呀 刚刚我叫那边就是我们一组 一个堂哥让他帮忙 杀鸡做那个脱脱肉给我们 九二前两天不是背了只鸡上来吗 然后我让那个堂哥给我们做鸡啊 今晚上吃鸡 走了四个小时啊 好累啊 好累 头上来 快点 快点 啊 有点 什么 没 没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